那口罩要選的話 那像醫生他們在這麼危險 現在如果講是新冠肺炎 他們站在第一線是最危險的 那醫生你的口罩 你們都是應該都帶醫療的 對不對 或者說在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現在是共存對不對 有人就建議說口罩要升級 要帶到N95的嗎 需要這樣嗎 其實我們在醫院裡面工作 我們大概會把這個 我們防護層級分為三級 那一級的話 你其實就是 配戴一般的醫療用的口罩 那如果你到二級的話 其實就原則上 應該就要開始配戴這個N95口罩了 那你這樣到三級的話 你就是防護就要變得更嚴密這樣子 那是在是醫護人員 還是說我們去看就醫的 也要這樣子也要升級 這個是我們在醫院工作 醫護人員的部分 那如果一般民眾 其實建議戴 我們戴到醫療的口罩 應該就OK 就可以了 對那如果你擔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戴到N95 但是它對於空氣的一些流通 會比較 會比較不好 對啊對啊 會覺得比較悶這樣子 那萱萱呢 你現在都怎麼樣去讓自己 防疫升級呢 對現在我們就會 都買得到醫療口罩 但是就是戴口罩 每個人都是 只剩這個這樣子露出來了 所以我就會搭配 比如說今天穿的顏色不一樣 然後就是選很多這種彩色的 然後搭配自己的衣服 我覺得至少心情也可以 造型的 心情也可以愉快一點點吧 對啊 不然就是都露出 就是遮住了 都只剩這邊可以試人而已 但是你不會帶這種N95的喔 不會 N95 這個是一般活性炭 這就是醫療的嘛 然後這就是N95 但N95現在的外型 也有很多種啦 對 大家強調就是很密合嘛